打开记忆 重温经典 大家好 我是亚青 1976年2月 八一定制编场将创作完成于 1965年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祖歌》 翻上了一幕 该片由著名女导演王平和黄宝善 共同指导 通过合唱 二重唱 独唱等表演形式 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长 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 尤其是其中的那些歌曲 更是成为了时代金曲 而在《长征祖歌》中 担任独唱和领唱的那些老艺术家们 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如今44年的时间过去了 大家还记得 《长征祖歌》中那些打动过我们的歌曲吗 还记得当年在荧幕上散发着 独特魅力的老艺术家们的老艺术家们 今天亚青就想通过《金西照》的形式 来和大家一起重温的老艺术家们 耿连凤十六岁就进入战友歌舞团 勤奋好学很快就脱颖而出 由他和张振富所组成的二重唱组合 也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耿连凤嗓音甜润优美 与杨毅然合作演唱 《遵义会议放光辉》这首歌时 配合默契相得一张 使得这首歌成为经典 如今耿连凤七十六岁精神绝朔 《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的开头部分 是由王波华所演唱 修搜赤水出奇兵 路相能似温康的演唱 而这首歌的后半段独唱部分 则是由我国著名南中英歌唱家 马国光所演唱 马国光1948年进入部队文工团 成为歌唱演员 他在演唱《四渡赤水初骑兵》这首歌时 不仅生情并茂 而且表演会声会色 这位老艺术家还曾经演唱过 《真是乐死人》 《我和班长》等歌曲 1989年11月21日 马国光去世 享年只有57岁 在常人组歌中 《过雪山草地》这首歌的独唱部分 由我国著名南高音歌唱家 贾世俊所演唱 这首歌旋律优美 饱含深情 而贾世俊的演唱 又将红军战士勇往无前的革命气概 展现得淋漓尽致 贾世俊嗓音高亢明亮 极富表现力 他所演唱的《过雪山草地》 给我们留下了难忘印象 2011年9月4日 2011年9月4日 这位老歌唱家 因病去世 享年81岁 在长征组歌中 有一首充满湖南花鼓戏风格的歌曲 《祝午节》 为这首歌 当然领唱的是老一辈歌唱家 王克正 他的演唱 韵味十足 令人难忘 王克正晚年依然在坚持唱歌 而且还参加了老战友合唱团 因为年事已高 他时常会出现失忆状况 但说起长征组歌 他却记忆有心 如今老人83岁 我们忠心地祝福他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而在长征组歌中 我们最难忘的 当然还是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马玉涛老师了 他在影片中 担任了《报喜》 这首歌的独唱部分 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响起 我们的心情仍像当初一样 激动不已 马玉涛这位大家所熟悉的歌唱家 如今84岁 但晚年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们很久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 在这里我们也忠心地祝福他身体健康 万事吉祥 亲爱的朋友们 却不知在这部长征组歌中 各位最喜欢的是哪首歌呢 最喜爱的歌唱家又是哪一位呢 欢迎大家通过留言区 与更多的影迷歌迷进行互动 我是亚青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朋友们记得点赞收藏和分享哦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收藏和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